疫情當中BBC India BBC駐印度辦公室 有大批的記者同業在外頭連線報導 這一連還從早連到晚 主要原因是印度稅務局認為BBC逃稅 還傳出有記者的手機被沒收 但事情有這麼單純嗎 這部BBC的紀錄片名為《莫迪問題》 主旨在回顧2002年印度古查拉底省暴動案 當年這起暴動起源於這輛再有印度教朝聖者的列車失火 有59人受困車廂因此喪生 接近印度教徒把責任歸咎於在地的穆斯林 認為就是穆斯林放的火 因此引爆兩派信眾衝突 後續更被媒體估算 有超過2000人死於暴動中 而當時古查拉底省的省長就是現任總理莫迪 BBC在調查過後引述英國政府的資料 指控莫迪跟事件有直接關聯 甚至牽扯上意圖清洗印度教徒聚集區的穆斯林 暴動案被影響了恐嚴重的鐵燃燒事件 導致有十千萬人的穆斯林 和百萬人的墓墓 打壓新聞自由 對此BBC已經發文完全配合 面對新聞媒體引述的消息 指控执政者有問題 莫迪及执政黨的處置方法 恐怕多了點 瓜田裡下居嫌 三立新聞動部報導